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美国在航空母舰与舰载机数量上是遥遥领先的 这种领先延伸到整体作战能力上也同样如此 好在我国奋力追赶 海军先后有了辽宁和山东号航母 003号航母也将在明年4月下水 并可能开舰第一艘核动力航母 航母的建造势头无人可比 航母之所以拥有无与伦比的攻击性 主要依靠的还是可以搭载各类战机 就拿美国海军来说 三艘航母搭载数量可以超过80架 配合护航舰队可以摧毁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军事力量 美国为了保持军事技术优势 研制了可以垂直起降的第五代F-35战机 这款战机除了载弹量偏小是个缺点外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优点 隐身超音速巡航 全状态感知等 都是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能力 当然 其最大的优点还是垂直起降这个功能 拥有这个功能的战机 不仅可以部署在航母上面 还可以部署到两栖攻击舰 变相也为美军增加了十几艘尾航母 这也是F-35 受到众多国家欢迎的原因之一 只要购买国拥有两栖攻击舰 差不多就等于拥有了一艘小型航母 第五代舰载机拥有众多优势 我国科研机构也在努力研制 审飞研制尖三腰 就是想让它上舰的 但当时国内并没有合适的发动机 无奈之下 值得采用了俄罗斯的RD-93 这款发动机中间推力为50千牛 最大推力为81.4千牛 加力比为1.628 它最初配套战机为米格29 并随米格29一起被各种西方战机吊打 国际用户基本都不认可 RD-93最具有识别度的一点 就是那浓浓的黑烟 这是燃料燃烧不充分的结果 在实战中 敌方可以很轻易地通过目的 观察到装配这款发动机的战机 被击落的风险十分大 正因为装配的俄罗斯发动机 根本不符合五代机标准 所以歼三腰自首飞成功以来 内销受挫 外销同样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即便是近些年来经过几次改进 仍然没有取得用户的认可 但随着美国F-35产量日益增大 五国航母装备先进隐身战斗机的压力 也日益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以歼三腰为蓝本 设计一款新的隐身战机 成了被认可的解决方案 而这款改进型歼三腰 被命名为歼三五 跟东宫太子涡扇15发动机相比 涡扇19算是个没有名分领养的孩子 消失四年的歼三腰 是在闭关修炼内功还是默默无闻攒大招 近日的珠海航展将可见分晓 歼三腰很有可能搞个大动作 这是因为发动机传来了好消息 近日中航工业公号文章称 贵阳临阳发动机公司总师黄维纳表示 将与沈飞一起解决某型发动机列装投用问题 虽然歼15弹射板已经出现在大家眼前 但资深军民们都知道 中国航母尽快上隐身四代机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F-35战斗机的隐身优势不容小看 歼15弹射板打超级大光丰还行 但是对抗F-35就非常吃亏 本着料敌从宽 你有我也有的原则 我们必须有一行可以跟F-35相比的隐身战斗机上舰 才能重新夺回舰载战斗机的平衡 航母能选的隐身机其实只有两款 一型是歼20另一个就是歼31 歼20装备的是大推力发动机涡扇15 歼1装备的是中等推力发动机涡扇19 推力越大显然难度就越大 搞起来越费事 涡扇15是国之重器 国家重点项目 预计最快也要三年后才能大量生产 而且要首先满足空军歼20的需求 跟东宫太子涡扇15发动机相比 涡扇19算是个没有名分连矮的孩子 但是野孩子也有可能比太子长得更快 涡扇19也会成为推比时的第四代发动机 推力和性能会跟欧洲台风战斗机的EG-200相比 这句话并不是空口败牙说的 要知道 黄维纳总师曾经在欧洲交流学习 考察的项目就是EG-200 由黄维纳总师担任总设计师 可以说是最佳人选 所谓知己知彼 对于涡扇19的研发有很大好处 涡扇19可以说是好数多多 它能同时支持到中国两款战斗机 一个是歼三腰 另一个就是骁龙 埃斯坦宣布 骁龙C型已经有一年多了 至今没有露面 它支随难产 并不是因为乘飞不给力 实在是因为发动机不给力 靠俄罗斯的RD-33 或是中国的涡扇13E 都嫌劲儿太小 中国战机用的光电技术 可以说是世界第二 骁龙上没有装备歼20上的DAS 就是因为增加的重量 发动机背不动 此前珠海航展冒黑烟的1.0版的歼三腰 两台RD-33的总推力只有16吨 这是打不过F-35的 人家总推力可是19吨 而两台涡扇19的总推力 可以达到20吨 一举超过F-35 未来甚至可以通过改装 达到22吨以上 这么强大的歼三腰 才是完整版歼三腰 称为2.0版 显然不能反映性能的巨大提升 改称为歼三五 可能更合适 苏三五 F-35 再加上歼三五 这就是三五家族的一大家子 虽然国内网络上 关于歼三腰战机的争论很多 但是关于上舰这一点 大家还是有共识的 那就是想要上舰 歼三腰必须进行改进 舰船知识杂志发布的新年挂历 就疑似出现了改进后的歼三腰 舰载机 目前国内网络给这款歼三腰版 隐身舰载机 取名为歼三五 相比目前状态的歼三腰 歼三五的改进幅度很大 主要集中在机体 该机的机体更大 至少看上去已经接近歼二零 客观来讲 这个版本的歼三五 是能够满足国人期待的 可以肯定的是 歼三五机体并不会做出太大改动 顶多机身长度会得到增加 宽度与高度不会得到大的变动 如果大改宽度与高度的话 相当于重新设计一款战机 得不偿失 大胆推测 因为改动范围较小 耗费时间短 所以官宣才会说 歼三五将在明年正式首飞 改进后的最大亮点是发动机 据传 采用三级风扇的涡扇19 比2D93要轻得多 只有1000千克左右 单台发动机最大推力达到12吨 推重比达到了11以上 综合性能 可以号称中推之王的欧洲 EJ200相媲美 而涡扇19的总师 黄维纳 曾经在欧洲考察学习过 考察的项目就是EJ200 涡扇19应该已经研制成功了 4月份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中 有三个集体奖项是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 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了涡扇15与涡扇19 并且歼35明年首飞 前提就是发动机已经研制成功 可以想象 换装了涡扇19的歼35战机 发动机推力比美国的F35还要高 前者是两台涡扇19 共计24吨 最大推力 后者的F135 单台最大推力22吨 这样一来除了不能垂直起降 歼35的载弹量和作战半径 应该会优于F35 足以在作战性能上超过它 但是 歼35还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门槛 涡扇19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 哪怕它经过了铁鸟台上万小时的试车 装配上飞机后的前期可靠性也无法保证 能够量产的可能性不大 这些都会影响到歼35的生产数量与正常使用 所以歼35想要正式上舰 可能还要等上好几年 不仅是我国 国际上的航空发动机强国 也面临着这些问题 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 使用F100PW发动机的F15 正式列装美国空军后 使用过程中被发现 存在大量毛病 诸如大修间隔时间短 可靠性差 在飞行中动作剧烈 会发生较强的船阵等 甚至还有发动机 涡轮叶片断裂的情况发生 由于这些问题导致F15出行率太低 早期的F15坚决实实 背上了一枪机库皇后的黑锅 大名鼎鼎的F135发动机同样如此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诸多质量问题 涡轮叶片由于高温腐蚀 必须重新更换新型耐高温腐蚀涂层材料 生力风扇极限工作时 传动轴断裂脱落 打伤发动机叶片 涡轮叶片高度疲劳破坏故障 还有传动轴生力风扇的离合器 以及滚转控制喷管 在工作中也存在严重过热问题 到了如今 在时间的磨合下 这些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 殡35要依靠涡扇19提供强大的动力 作战性能的高低 也与这款发动机息息相关 相信经过时间的打磨 涡扇19 终将会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六代战机使用的变循环发动机领域 我国技术是世界领先的 连美国也比不上 要实现发动机弯道超车 就在眼前